《國安法》實施後,對我們來說 我們正常的普通市民是非常正面的影響 在去年黑暴時,我們完全不可以外出 或每天看電視要留意不可以去哪裏 我已經沒有自由,外出不敢說話 因為會被人私了 連儂牆寫了很多港獨標語和假新聞 很激起,見到很多老人家不懂得上網 真的在看新聞 我們一隊義工隊,自己走出來清連儂牆 我們以前半夜起床去清 亦有黑衣人做罩兵 我們要很快清完便離開 去年黃昏光明正大貼 我們半夜三間去清 但今年《國安法》之後,反過來 他們一個兩個快閃貼或是寫字 亦都是寫《光火香港》 很散的 我們可以朝早光明正大去清 去年黑暴時,我見到警察 因為去年很慘 我一經過,叫警察加油 警察會跟我說,不要那麼大聲 你安全又怕你危險 但今年我跟警察說加油 警察已經很大聲回應我 多謝這樣 我覺得情況改善了很多 現在覺得很安全 以前人家跟我說香港是最多間諜 我不相信 但原來黑暴之後,我發覺是 是被反對派的人 和外國勢力 利用了沒有《國安法》這個空間 去搞事 美國一些NGO,好像NED那些 在背後,原來用一個很大的資金去支持他們 幫一些政治人物去反對政府 我們平民百姓,本來回歸前都不留意 都不會理立法會 但自從回歸之後 發現反對派就不停在那裡叫囂 叫囂完就被人趕 趕了出去,他就去喝茶、喝咖啡 接著就繼續出糧 很簡單,選一個內委會的主席 都選不到出來 這個很明顯就是 惡意拖政府的後腿 令到政府的表現差 就做不到任何的工作出來 亦都是乘機去攻擊政府 做不到事 我覺得立了《國安法》之後 今年現在最大的分別就是 真正正正看到我們的立法會議員 在那裡談些議案和立法 以及真正正正看到大家坐在那裡做事 以及可以過很多對我們民生有影響 有好處的議案 區議會那裡有少許憤怒的 那些區議員的辦事處 門口還要擺著一些不合理的標語 《國安法》立了之後 只不過是一個大框框 我自己覺得特區政府應該利用這個時候 立即立立香港的23條 我的期望是真正安定繁榮 改善教育 改善司法制度 改善傳媒 我們再次去看